在今年的夏季联赛当中,人本以为丁燕宇航会代表蓝网队征战,进而宇宙齐上演中国得比,但无奈小丁受到牺牲影响,最终未能出战。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让丁燕宇航非常郁闷,也让广大球迷非常失望,但今天好消息传来,小丁已经与独行侠签约了一份训练营合同,将代表球队打季前赛,能够打季前赛,毫无疑问这要比夏季联赛的等级更高,若是表现突出的话,还是有机会留在NBA发展的。 我们知道小丁对于NBA一直都充满向往,若真能够梦想成真,哪怕合同金额稍低,估计小丁也会天然前往的。 毕竟这里是世界上最顶尖球员的舞台,但是就现实的情况来看呢,小丁还是有很多劣势的。 天赋与技术特点先放一边,首先就从身体强壮程度来说,小丁就需要提高,因为NBA是一个非常强调对抗的联盟,在这里你必须具备起码的对抗能力,才能够立足赛场。 我们知道周期上个赛季,之所以没能太多的登场比赛,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体秀弱的身躯。 但我们也同样发现,周期在这方面的提升显而易见,一年的时间过去后,周期人心更加健壮了,在赛场之上不再弱不经风了。 肌肉非常鲜明而富有棱角,这是他正在NBA的真正底气。 但丁燕宇航呢?不得不说身体上的强壮程度必须要提高,因为他的侧翼位置决定了他需要更快的速度与更强的冲击力。 若是不能有效的降低脂肪含量,提升肌肉力量,那么小丁恐怕NBA也就只能存在于梦想之中了。 所以我们也在此期待,小丁能够将自身的肌肉锻炼得更具竞争力。